好明天开始停课消息一出 家长反应两极化 有家长认为疫情升温 小朋友在家里学习的确是比较安全的 但也有家长反对 认为远距教学对偏乡孩子来说并不公平 而且现阶段停课不停班 就会增加家长的负担 对此蓝宇的爷游国校 仍然有安排老师到学校 让学生自己决定要不要到学校上课 放学立刻回家 我们要回家防疫 所以不可以在外面逗留 不断广播宣导防疫 因为学生一窝蜂踏出校园后 19号开始迎接围棋两周停课不停学 也就是学生不用到校改采在家 线上授课 在家里会那个落实自主学习吗 我会啊 模拟考时然后实加延期 然后很多读书的那个进度都会被打断 不用到校上课 听在学生耳里相当开心 不过也有学生认为 停课会打乱日后课业规划 而同样反映两极化的还有学生家长 这样的话疫情才不会再过散 家长也不会担心 小孩子在家如果两个双心都要上班的话 怎么办 由于现阶段全台没有停班 但停课消息事发突然 家长不仅措手不及 也坦言远距教学对偏乡地区并不公平 比较贫苦的都是没有笔电的 这样会对一些人会造成困扰 对于少数的同学 他的家里面如果是网路跟资讯的设备 有困难的我们会立即来做调查 给予协助 各级学校强调将调度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学生 而蓝语的野游国小也会安排老师到校教学 学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到校上课 全台停课防疫之际 也得确保学生受教权不受影响 这综合报道